另外有剛剛有市長跟蔡富有提到說有四五種疫苗同時開打 那想先請問第一個是中央之前二十六號宣布當時開放五十二歲以上第二劑AB的時候 當時多種開發開打的時候是不是其實這樣子一個配發計畫有讓地方大亂手腳 那中央另外剛剛又宣布了五十到六十四的第二劑要回到一九二二的預約平台來預約 那請問這次也是北市抗疫成功所以才有這樣子的轉變嗎 應該是這樣講中央跟地方是合作的 那我們在疫苗接種上面有任何的一些情況都會第一時間那麼跟中央來反應 所以也謝謝這些中央疫情指揮中心那麼及時的做的處理 因為這個五十歲到六十四歲 這個就是一九二二系統開始接手的第一批 接種的是AZ疫苗 那地染第一劑是由中央系統來負責 那現在接第二劑的話最好還是同一個系統 這樣我們覺得是比較合適 那所以大概中央也了解到我們地方實際執行上的經驗 那所以今天也確定了 由中央系統來做處理 當然這些相關的醫療量能 我們一定會開出來 讓五十歲到六十四歲的這些需要接種第二劑的朋友也能夠順利的來接種 另外我做兩點補充 剛才我在談到這個整個疫苗的接種規劃的時候 那馬上就有朋友有市民朋友馬上就打電話進來 他說這個我沒有提到哪些醫院有開這個特別門診 所以我在這邊做一點補充 從明天開始 就是28 29 30 10月1號這四天 台北市這個幾個大醫院 那麼開設了AZ的特別門診 提供給滿十週的市民 你只要預約過的話就可以接種 包括仁愛院區 中心院區 中校院區 長庚醫院 三種 馬街 關渡醫院 等等 那都會開設這個特別的門診 那希望市民可以好好的來運用 最後一點就是 這幾天 這個中央的這個疫苗 不斷的開始推出之後 那現在有一塊就是 六十五歲到 六十九歲 那這一段呢 當年也是 當時候也是由我們地方來負責 莫德納的接種 那這一個階段的長者目前還沒有 這個接種的機會 那他們第二季是需要接種莫德納的 所以也希望中央能夠重視 盡快的能夠有莫德納 讓這些長者來做接種 以上說明 謝謝 拜託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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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